不怕不怕 你不用煩惱 市長在這裡 金融市長劉昌特別給這位 軟軟街受災戶一個大大的擁抱 安撫他的情緒 並送上紅包壓壓金 住在軟軟街 281項的黃林美佑 回憶當時土石流衝進家裡的恐怖情況 還心有餘悸 甚至忍不住哭了出來 直說太可怕了 整個人在我們腳步前 都會被拚出來 我拚到 我... 我嚇到嚇死 我來這裡整個都沒辦法 我只跟我們家家家 我沒帶到整理已經出來了 忙得大家跟我走路 一些家庫、一些什麼都排了 我整個都已經入水了 协助暖暖去公所撤离受灾住户的当地暖暖里里长陈建新表示 目前遭到土石流侵袭的有3户 由于灾害发生地点的金如意社区约住有56户 陈建新呼吁金融市政府加强灾后附件工程 维护地方居住安全 7后7次最严重 然后就是我们7六我们这个大嫂这边 然后其他的户都是淹水比较多 然后目前国经都有去会堪了 那就是7后7四7后面那个挡土墙那边上面 上面可能还是会再滑落下来 然后旗公所已经紧急联络他们尽速处理 对此金融市长牛昌表示 等雨是停了就会展开灾后复原工作 针对后方边坡整治问题 他也向受灾民众表示金融市政府会全力协助 这个都有标准的一个作业的程序 我们现在其实今天一大早 也有请国军的弟兄来做支援 那去工作还有市政府这边 也已经都介入 那只要等到这个雨市停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展开相关的一个复原的一个工作 那因为冲入家户的这个边坡 它是属于私人的一个财产 所以我们后续还要跟私人的地主 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协商跟处理 除了暖暖界281项三户住户 金融市政府10月16号也预防性撤离 暖冬里红色警戒范围的五户15人 并安置在北都饭店 将等现场安全无余 再由暖暖区公所人员护送回家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